MIDI 跟彩影 好 我們現在請彩影是誰跟我們的MIDI 一起帶我們的MIDI跟彩影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巨星永遠是所有的CAMERA還有所有的目光的焦點 果然巨星走到哪裡 大家在這整個調查報告當中 剛才也特別提到 就是巨星其實與狗仔是絕對互拍的 在各大的販賣點 我們可以有隻狗仔拍照之後 參與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然後當然在3月2號 有我們的好萊塢巨星之夜的Party 也希望大家互相聖聚 同時攝影大哥 我們有一個狗仔協會的代表 來到了現場 要特別獻花給我們的彩影 好 我們歡迎狗仔協會的代表 歡迎大家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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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狗仔協會的代表 特別向我們的巨星致意 謝謝 謝謝 特別讓狗仔也有這個被拍的 特別的機會 也讓他的巨星夢想成真 哇 我們今天狗仔也特別的過癮 好 今天要過癮 好 今天要過癮 好 今天要過癮 那自信心的建立非常的重要 不管說在職場上 任何的職場上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自身的信心怎麼去建立 建立起來之後 你未來的目標在哪裡 然後在哪裡很清楚自己的目標之後 然後就往前進 我覺得這是我比較建議的自信心吧 因為你不相信自己 沒有辦法說服讓人家相信你 對啊 外在條件的話 我覺得 像我做模特兒以來 我覺得我學到最多 就是怎麼樣去掩飾自己的缺點 然後來發展 發揮自己的優點 你要很清楚自己 譬如說外在條件上面 你的身材方面 你哪一個部分 是你自己覺得是優點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凸顯出來 然後哪一部分你覺得是 比較缺點的部分 那你就把它怎麼樣 就把它掩飾起來 然後就是外在條件方面 那我覺得內在充實 可能比外在條件 還要來的重要 嗯 感惰的人 對啊